谢谢 谢谢 要不是因为你 葛洪不会那么快同意手术 同事之间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之前方南的事 你也帮了我不少 老师傅 你在这儿干吗 吓我一跳 等您啊 有什么事 白天办公室不能说 你非冒这儿 什么情况 我每次去办公室找您 您都不在 我只能再来接您 有什么事说 老师啊 你看那个 葛洪呢 现在这个款也捐了 咱们医院的化验大楼 也提倡日程了 我是不是该回心外了 这两件事有关系吗 怎么没关系啊 要不是我坚持不懈地努力 那葛洪能同意手术吗 你是他的主治医生 收服他做手术 那是你的本职工作 您这么说 行了 行了 来 什么意思 干吗呀 还扎安全带 行